悠悠卡、一卡通,陆续开放在北捷还有高捷这些大众运输系统上来使用。 不过,悠悠卡在高雄的通行度和优惠却是比一卡通还要来得少。 高雄市政府澄清会同步开放优惠,只是悠悠卡公司还没有完成设定。 但是悠悠卡公司则是强调,修改验票机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,高雄市政府太晚通知,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。 台北市民来高雄搭捷运还是忍不住翻找了一下,才确定悠悠卡也可以使用,但后续如果要租用公共自行车,悠悠卡就行不通。 就是要准备现金吧,对,因为我们其实上班族的话,就是卡片都在台北就是其实还蛮方便的,我们现金其实就带比较少。 我们是希望高雄市政府这边也是可以跟台北市政府谈一谈,看有没有可能再增加高雄市政府,就是高雄整个地区的一个那个方便性。 台北人到高雄觉得悠悠卡有限制,其实悠悠卡和一卡通陆续开放在北捷和高捷使用以后,一卡通还包括公车、自行车等系统也能通行,优惠也和悠悠卡相同。 但台北市议员统计,悠悠卡在高雄,搭公车不像一卡通有转成优惠,搭路轮也没有打八折,更无法用在公共自行车或轻轨,双边根本不对等。 七号在议会时,市长柯文哲也说要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检举。 市长柯文哲也说要向公平交易委员会,说检举也可以,他们高雄这个,这个都没有,应该他们要跟我们这边同样的优惠条件才对。 不过高雄市政府强调,早在今年六月底就通知悠悠卡公司,可以设定公车等优惠方案,至于公共自行车,也因为没有多余机台,可以送到台北,必须请悠悠卡公司派员南下验证。 高市府强调两市平等互惠,至于轻轨因为还没有全线通车,目前不刷卡也能搭乘,未来也必然会开放使用悠悠卡,不过悠悠卡公司今天还是强调修改验票机, 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,高雄市政府太晚通知才造成今年无法完成优惠设定。 记者王杰,孙许正俊综合报道。